大家知道理官士修不二的时候有什么好处 看经文 那么这个大众不是只有娑婆世界 也包括无垢世界 无垢世界他也看到了这一幕 所以尺土的娑婆世界的所谓的菩萨声闻 还有这些人非人等的九届众生 都摇敬南方的无垢世界 那么做宝莲花 隆礼成佛 而且普畏大众说法的大家非常欢喜 都是在远处礼敬 那么尺土的众生 因为看到这个法身功德不可思议 他同时能够在分身献出隆礼相 同时献出应身佛 所以大家对这个理官的正念真如 这个回光缓照正念真如升起信简 而成就不退转 乃至于因为如此的修学而蒙佛受寂 那么彼土的无垢世界也因为如此的一言说法 大地六反震动 娑婆世界三千众生因此而成就不退转 三千众生发菩提心而得受寂 就是说 大家对于理官的修学 还不知道这个妙药 就是说 我修这个理官 到底有什么好处 我都告诉你 好处好就好在 你未来能够自在立 法身视线不可思议 你可以同时视线夜报身 你也可以同时视线三十二相的应身佛 就像龙礼一样 在梭博世界 他献出龙礼相 在无垢世界 他献出应身下 所以这不可思议 好我们看更久的大众信授 看经文 至极菩萨及摄利佛 一切众慧 莫然信授 那么佛陀讲完提波达多品以后 那么至极菩萨 摄利佛尊者一切的仪慧大众 都对于理官 事修这两种妙法 都信授奉行 所以这个提波达多品 等于是引证 佛陀不跟你讲道理 实际引诸 实际 这个路到底有没有人走过 一个道理 他必须可修设可证性 当然佛陀引诸这两个 是比较极端的例子 一个是提波达多 他深圳之士 释迦摩利佛 他深圳之士为提波达多种障碍 他完全靠自己的精进力突破 而快速成佛 按说释迦摩利佛的成佛 按辈分来说 他应该在弥勒菩萨之后 因为弥勒菩萨是他的协长 弥勒菩萨深圳之士 都是视线做他的老师的 那他为什么跨越 这个弥勒菩萨 就是提波达多善之士 佛陀意就是说 你不要埋怨你的力进太多 从世修的角度就是 你要把它当作逆征上缘 你看释迦摩利佛 提波达多不断地给他刺激 障碍 他做一个佛吧 提波达多他要变成新佛 所以他就是从逆言当中成长 第一个逆言 第二个就是夜报圣 你看 当然逆言所强调的成佛是什么佛 一生佛 世修 那么龙女呢 他强调理官的法身佛 法身佛他虽然是现一个夜报像 但是你内观真如 跟你烦恼重不重 夜障深不深 没关系 所以这个地方 我都举出了一个 这个夜障的相状 跟逆言的相状 来视线两种成佛 一个成就 世修的一身佛 跟理官的法身佛 这两个故事当然都很感人 都是释迦佛陀佛的 舍生命手足 龙女的转身成佛 那么净土宗 我们说一说净土宗的 代言往生 其实净土宗 可能更偏向于 龙女的成佛法式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净土宗 它的特点 是时间紧迫 没有一个人规划说 我来生往生的 你说来生往生 那你等于是 你讲这句话 那就表示你不是修净土宗的 因为来生谁知道呢 净土宗你今生就要成就了 净土宗的好就好在 它可以代替往生 但它也有缺点 它没有时间等你 比如说我走南行道 我不着急啊 我今生只要怎么样 我增上就好了 所以你看南行道的人 它其实它没有时间压力啊 净土宗其实某种程度有时间 因为你离运中就看输赢了嘛 好 所以净土宗它没有太多时间让你事修了 当然这个也不是重点 所以净土宗的成败是怎么样 理官的智慧啦 谁能够把业带走 诸位 你学过维世纪就知道 业力 是跟你的心事有关系的 你心收起来 心落灭死最以往 所以 临终的正念 这不是偶然的 取决于 你晚年的收心 有这个人说 你这个人念我念了那么多 你一天念三万色佛号 这不是表示你有临终之症 就是看你离运中的时候 你看他所作所为 他的心是不是在往内收 如果你今天没有收心 那么你在佛堂当中 念佛很专注 出来以后还是拍眼 那表示你这个业力没办法带走 你这个业力是不可期待的 那你临终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 你的愿意现前 你的生死业力也会现前 那对不起 他是守境界 你的愿意绝对抵不过你的业力 所以 一个人临终会不会打到正念 大概是你往生前五年这个指标 当然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往生 大概你 你这五年的心 就是你临终前那五年是关键指标 就是收心 收心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礼观 所以进入中 你会练佛他也会练佛 其实你练一万生 刚才练两万生意义都不大 意义不大 因为往生以佛不在于你 持民的多少 就是信愿 那么信愿 愿尼说佛 心求极乐 关键在愿尼说佛 心求极乐 每一个都会 谁看到极乐世界 一正庄园 谁不心求呢 关键是你能不能 从说佛世界 你熟悉的 烦恼烟灵里面 走出过去 这是 你有没有办法 你说佛世界走不出来 你怎么靠 没办法去规划未来 与这说佛世界 不断的纠缠不清 所以诸位 其实你慢慢学火玩 你会知道 你到了晚年 成败关键 就是礼观的智慧 就是悔观缓照 所以 放下 只有一个前提 就是看破 你生命的本事 没有看破 你怎么放下 我跟你讲 我要每一个人的一生 不管他活了 痛苦快乐 你相不相信 你找一个业障 最重的人抓过来 他对今生 也是稀有千千结 你说他完全 越临所谱也未必 所以每一个人在一生 我们不要讲多生多减 就像你今生 你走的这几十年来 我们对说佛世界 是又爱又恨 各种因言都有 恩怨都有 那这个时候 你怎么面对你的因言法 就是这个方法 就是 合集自信 本质清静 本来就没有因言 只有这个游截 只有这条路而已 诸位 我再讲一次 因言是不能处理的 当你想要去处理因言 你就回不来了 我们过去就是 所以因言能够调伏下来 不是你去处理 你是因为看破放下 而走出因言 走过来的 所以林兵中的时候 你看 有些人佛后练得很好 但是他就不能往生 他走不出因言所生法 他走不过去 心中有过爱吧 所以 进度中 你最好把龙里成佛 这一段赌一赌 他从一个夜报生 怎么样转生成佛的 就是直下承当 何其自信 本质清静 何其自信 本质记住 承当 把这个清静的魔力保足 承当下来 这个是 成败的冠键 好 那么这个就是 提伯道多品 佛多引出 两种成佛的方式 我认为 我认为 你能做到